其实失败是常态 如何让自己最快的时间站起来 才是我们一生值得去学习 满足的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然后呢也取得了银牌 当团体没有取得理想东西成绩的时候 还是有点遗憾的 进决赛的话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就是如果前面采访网上说的 这块银牌不仅是在我们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更是积累往下走的一个重力 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然后并没有对自己过多大的期待 总有输赢嘛 而且总有金牌银牌者 我觉得就像孟姐说的 我们捍卫了祖国的荣誉 我觉得对不起的还是我的队友大哥们 其实这个结果我还算是很满意的 可能心理上的压力可能会大一点 我觉得的话这一次的银牌 我希望的是 就是能够让我们曲棍球在国内 更面向大众 然后让大众所熟知我们这个项目 自己还能就是如果说自己 技术如果不差的话 我感觉还可以继续坚持集结下去 首先参加这个奥运会获得一枚银牌 我心里是很开心的 也是很高兴的 他们一看我的比赛他们就要哭 所以说我并不希望他们能观看我的比赛 因为我只想把最后的结果告诉他们 让他们开心就够了 我觉得这块银牌可能是一个好的开始吧 一场比赛中自己还是依然能够去 秉持着自我做好自己 我觉得这是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收获 我觉得我们能站在这个位置就已经是一个鼓励了 对我们来说 然后会攀爬的时候会很开心 尤其是看到每次不断地突破自己 把自己的东西打好 然后把自己训练的东西发挥出来展现自己 我就觉得可以了 但是为了做好这六饼 我们我付出了365年 365天全年无休 每天每天100次 或者甚至200次的去投掷 虽然有一些遗憾吧 但这就是竞技体育 无论说是他拿或者我拿 大家都是在为中国出征 为中国而战 所以我觉得只要金牌是中国的 我们俩谁拿都可以 就像我前面之前有说过 银牌是细品的 他一开始的滋味并不好受 但是他过了几天几周之后 你还是会感觉这块银牌很香的 或者是感觉更可惜 但是你俩不一样 你俩只需要下一个四年 尤其对我这种 并没有能够获得金牌的运动来说 还没有资格展示这样的比赛 我觉得上一次 相比上次奥运会 我觉得这次自己更能 更能投入其中 享受其中吧 我觉得巴黎奥运会意味着 一种成长吧 应该算是 我觉得今天的两枪运赛跟 这个男女混接的决赛 对于我来说 更 更加像是为明天的男子混接决赛 去做一个 练习吧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